肉汁超级多的 饼皮是Q的 分量十足 超好喝的 上班族放饭一番 行きましょう 捷運中山站周边又称南西商圈 近年来甚至有台北色国的称号 取代东区信仪区 成为年轻人逛街闲晃的首选 区内除了商场文青风格小店外 有三多 咖啡店多 法郎多 妹多 小哥哥现在仍位于中山站四号出口 为各位找来预算内最正的美 带大家看看南西商圈 上班族放饭有什么好吃的 肉汁超级多的 以汤包来讲它的皮是算是厚的 如果你喜欢有点口感 会觉得咬下去蛮Q蛮好吃的 接下来你就会感受到 汁整个在你嘴巴里爆炸 然后因为我很喜欢吃葱 它有点葱香味 我觉得唯一一点点 对我个人来讲 比较小小遗憾的是偏油 一盒里面有六颗 我可能可能吃到第三颗 我就会觉得有一点点腻 好多喔 点的是肉丝炒饭 它是粒粒分明的 然后锅气很足够 然后它里面 有洋葱跟青葱 也都刚好是我喜欢的一些辛香料 然后它应该是有加酱油去炒 这间店对面剪头发的时候 店员跟我说的 因为他们常常叫 如果你敢吃辣的话 你跟店员说你要辣的炒饭 他会单独帮你用一锅炒 那个锅气会更直 所以观众朋友 你们下次去帮我吃吃看 加辣之后跟那个锅气炒在一起 一定超好吃的 它的饼皮是Q的 它刚刚是不是在那边现场做啊 对它好像是现场擀的 皮煎得酥酥脆脆 有点焦香 但是又很好咬下去 重点 肉不会很难咬 它是比较薄的肉片 蛮好在里面咀嚼的 甜面酱就像他们的胶水 就是把全部都黏在一起 然后加上它加了我爱的葱 整个香气会一起在里面释放出来 因为你一直咬一直咬 一开门我们就去 我们排了20分钟 买完之后都是一大堆的人 所以大家如果要来排队的话 你们要评估一下你们午休的时间 放饭一番赏 比赏 这家店是米其林必比登 我觉得 合意更好 内心觉得牛肉捲饼油 炒饭的话就是很像 一般你也买得到 超级重耶 分量十足 但是用炸的 主角排骨刚好加辣 它的颜色很深耶 它是先炸然后再拿去卤的 所以它很深的是它上面这个皮 好好咬的 它不会烂烂丝丝就是 就是一样会有咬肉的感觉 但是又不是会卡牙缝的那一种 其实我觉得第一口蛮咸的 它就是要组合起来吃 难怪它饭给那么多 因为它每一口可能都要配点饭 我觉得这个便当TA就是 中年大叔会很喜欢 喜欢重口味 然后需要饱足感 想要点营养 你看还有蛋又有菜 爸爸 来吃 这你一定喜欢 它汤是送的还多 没有 知道什么会买它的汤吗 刚刚排队的第一个人 经过我旁边的时候 然后就闻到一股 玉米的味道 然后就看了下菜单 只有每日 腊汤 今天的腊汤就是有 玉米跟 萝卜 超好吃的 萝卜的甜味 全部都在这个汤里面 我用这个汤匙 一这样切它就断了 萝卜已经透到 没有那个纤维了 这家店的 厉害就是要做得很极致 但是又不会到烂 这间排了30分钟 店内我刚刚 大家看 只有12个名额可以做哦 如果你没有排到第一批的话 我觉得还是外带好 仿饭一番赏 B賞 它不是不好吃 如果我想给C的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它要排很久 但是汤这么好喝的话 我会觉得 我愿意 值得拍30分钟 配那个排骨 真的超搭的 继续喝 很好喝耶 一边是草莓的翠莉 一边是杏仁碎 我以为它里面是卡士达酱 原来它是起司 然后它是莓果口味 那我把它加在一起吃 很像在吃夹心饼干 上面那个酱是意大利的酱醋 我以为巧克力耶 对是醋 吃沙拉的时候会加的酱醋 如果你是吃甜点 很害怕会很腻的人 大推 这个皮就是刚刚水管卷的皮 是一样的皮 我好喜欢这个皮哦 它的脆度是 倒多一多汁这么脆哦 比较硬的那一种 但是你又很好咬 然后你们看它外面一层白白的是糖粉 不会很甜 冰淇淋很滋滑 虽然吃不到开心果的口感 但是它整个味道会在你的口腔里爆开来 然后就挥发在你的嘴巴里面 超级浓的 这是我最爱的那个卡诺里烤饼 它的海绵体很少 奶油香偏毒 一点点的咖啡香 用舌头这样一顶 就会整个松开化开在你的嘴巴里 但是它中间又有这个 意大利杏仁酥脆饼 就会再添加一层口感 这口感超像墨细跟玉米片的 就是这么脆 非常杏仁味 越嚼越香 以这个价位 还有新鲜感 因为真的很少吃到这个脆饼 放饭一般赏 A赏 大家可以来这边吃吃看哦 看看我给的A赏 是不是非常的中肯 射手们公司午休时间够你陪对吗 刚平平的这几家店 就算请两个小时假来吃一顿 也完全值得啦 别忘了 Sava FB YT 按赞订阅 下次见 拜拜